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转动惯量就是每一个物体 它根据它绕的轴不一样 它的转动惯量不一样 如果是指点的话呢 它的转动惯量很简单 如果是一群指点 我不是举过这个例子吗 M1 M2 M3 M4 这个是垂直距离 这是R1 R2 R3 R4 那么它的转动惯量呢 是用这个式子 MI乘是Ri平方 把它全部加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M1 R1的平方 加上M2 R2的平方 加上M3 R3的平方 加上M4 R4的平方 这我不是讲过了吗 对不对 如果只有一个指点 那么就是M1 R1平方 那后来我跟各位讲 如果这个物体的质量 是连续分布的 那么它的转动惯量 就要用这个式子来做 这个式子呢 你又可以把它写成 Rho R平方 DV 要计算 我计算过 像这样的一个 细长条 那么它是均匀的 均匀的 那么它的轴 如果是在这里的话呢 就经过I 经过O点的轴 跟经过P点的轴 转动惯量不一样 如果这个质量是M的话 那么IP就等于 IP就等于 三分之一M 它全长 全长是L L平方 如果是经过O点的话呢 它是等于十二分之一M L平方 所以这不一样啊 表示法不一样 那么我后来不是 介绍过一种 圆柱体吗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 空心的圆柱体 这个我立体也做过 立体做过 它的内半径是R1 外半径是R2 它总质量是M 总质量是M 那么这个转动惯量 我上一次计算过 那么这个计算过 它的图啊 我们已经画出来了 它的图就是二 就这个图 它的I 是等于 这个轴啊 根据它的中心轴 画出来 它是二分之一M R1的平方 加上R2的平方 如果说 这个R1 等于0 R1等于0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 实心的圆柱体 实心的圆柱体 那这个是0 那么R2等于R的话 它的转动惯量就是 二分之一M R平方 我不是给各位做一个 那个Disk 圆盘再转吗 对不对 圆盘的 圆盘就是一个 相当于这个圆柱体 不过它很薄 就是很短啊 它就是用二分之一M R平方啊 看东西了 OK 看东西 你们书上 有一个page上面 有图出来 好多图 许多有规则的物体 它的转动惯量 都是用这个 为积分算的 你现在就是 看你那个物体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球体 你就去翻那个图 它经过直径的一个轴 转动的话 球体的话 它的转动惯量 就是五分之二 MR平方 如果这是R 它的I呢 就是五分之二 MR平方 对这个转动 OK 要看情况 那你做习题的话 你可以去翻这个书上面的图来看 这一题 这一题讲的是球 那么它的转动惯量是什么 如果是球壳的话 转动惯量又是什么 那么都可以翻得到 OK 好 再来就是有的书上 那些图列出来以后 它下面就是转动惯量的值 但有的书上 它不是给你转动惯量 它是给你一种量 叫做回转半径 回转半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奇奇怪怪的东西 奇形怪状的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绕这个轴旋转 它的转动惯量是什么 因为你找不到第二个物体 跟它一样 你不能够像这种 有规则的东西 你积分积出来 常常有用 这个 就它一个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 通常这个转动惯量 都是用测的 测出来 所以它不给你转动惯量 它给你什么东西呢 它给你说 如果这个质量 这整个的质量 是集中在某一点 它可能集中在这一点 全部集中在这一点 它跟轴之间的半径 垂直距离 这个叫回转半径 叫做K 那么它的I 就是等于 这个质点 对这个转轴的转动惯量 那就是MR MK平方 这就把它当做半径一样 这就把它当做半径一样 MK平方 OK 那么这个K值 它就等于I over M 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呢 叫做回转半径 叫做回转半径 叫radius of generation 所以它告诉你的 是告诉你说 这个K是多少 那你就把这个所有的物体的质量集中在这个 这一点 这个距离是K 那么这个质点的转动惯量 就是M乘K平方 就代表这个整个物体的转动惯量 OK 所以你们以后做题目 题目上面有说 这个轮子 它的半径是R 但是这个轮子 它也不是disk 它也不是一个均匀的圆盘 它是圆的没错 但是它可能当中凹下去 又可能当中凸出来 它的形状并不是很规则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不会给你说 它的转动惯量是多少 它就给你什么呢 它的回转半径是多少 这个轮子的质量是多少 那你知道质量 知道转动 知道这个回转半径 那你就知道转动惯量 质量乘R乘K平方 就是转动惯量 知道吧 那么要记住 有的书上给你的是回转半径 各本书都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继续看 我们上次讲到弓 一个转动物体的弓 跟转动物体的门 那么我们把它再写一遍 如果一个物体 它在转动 它受的力举是TOK 力举是TOK 那么它的功 的基数就是等于TOK D Theta 那么整个功呢 就等于TOK D Theta的积分 OK 这个就是用TOK来表示 你最好把这个式子 跟哪一个式子一起记呢 因为它跟这个 TOK F Just Talk F Work of F Just Work of Talk 好 它是等于F F.DS From 1 to 2 这也是From Theta 1 To Theta 2 这两个很类似啊 很类似的东西啊 你要一起记 把它相同是哪一部分 不相同的是哪一部分 一起把它认识 以后呢 就可以辨认 就好像你如果有一个 双胞胎的同学啊 看起来就一样 但是你仔细看呢 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所以你就把它看仔细了 一看这个人知道 它是姐妹或者兄弟 但是到底是哪一个 是哥哥还是弟弟 姐姐还是妹妹 你就要看它不一样的地方 OK 你一起记就对了 那么 POWER 转动的功率 功率的定义啊 它就是 DW over DT 那么我们把这个带进来啊 它就等于 TALK DW over DT 那这个就变成TALK DW over DT 就是Omega 这个认识 这个式子跟移动的 移动的直点的POWER 有哪一点像 哪一点不像呢 它像的就是 形态都一样 不过它是F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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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转动物体是TALK DOT Omega 你把这个两样一起记 就 很容易记得住 好 那么我们也讲过它的动能 我们说过 动能 如果是一个指点绕某一个 走转动的话呢 它的EK 就等于二分之一 I I Omega平方 如果一个物体有很多指点的话呢 第二个指点的K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K跟以前的这个EK 又很像啊 二分之一 M V平方 以前是这个 OK 现在是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是 合力所做的功 就是说它Total Talk做的功 Total Talk 那么 总动能 总动能 那么EK 就是等于好多好多指点之和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 写成Summation好了 二分之一 I 看这个应用功能定律 我们从前转动之前的章节 我们讲的都是指点 指点在运动的时候 它只有移动 就切线速度了 现在一个物体在转动的话 它整个物体绕它的直心转动 直心又可能在移动 或者一个系统里面 有的物体是做移动运动 有的物体是做转动运动 那这个时候它的动能就可能有两种 移动动能的改变会改变 转动动能也可能改变 未能也可能有两种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有两个物体吗 可能就有两种未能 我们现在拿上一次我们做过的一个例子 来看 就是前面有一个例子 是这样子的 上一次我们是用动力学来做 这一次呢 我们用功能定律来做 好 这一个轮子是圆盘 下次我就把这个轮子的转动观量就写成二分之一mr平方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个圆盘 我刚刚讲过圆盘的就是一个短的圆柱体 它的转动观量就是二分之一mr平方 我们绕了好多好多圈的细绳子以后 我们在这里掉一个物体 然后用手拖住它 然后手一放它就开始掉下来 问它它掉下来一个h高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多少 从这里掉到这个地方 这个距离是h 问它在这个地方的速度是多少 下次问这个问题 这个质量是m 这个质量我们假定它是cap to m 这个半径是大R 我们现在用这个功能定律来做 功能定律 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 它有两种写法 一个就是delta ek 加delta ep 那么这是一种写法 另外我们常用的 直接就把它写成这样子 什么东西移动呢 这里这个物体是移动运动 所以它的速度 直线速度会改变 我们假定这个是第一位置一 这个是位置二 那么它就有二分之一 mv2平方 这个地方v2平方 这个轮子呢 也在转动 轮子也有动能 它起初不动 后来呢 这里有v的时候 就是这个边缘是v的时候 它正好是omega 转速是omega 所以呢 我们就写 它的转动动能二分之一i 我们假定这个是o点 o omega平方 这是动能 有两个动能 然后位能呢 位能的改变只有这个有 这个有mg啊 但是它位置没有变 位置没有变 我们把它的外力都要画出来 外力都画出来 mg t tension 这个是capital mg 然后这个是normal force 我们假定它没有摩擦 就是这两个力 还有这里有一个接触力 是张力 你做这个题目啊 你图一定要有 不但要有图呢 还要有力图 ok 以后你们做题目 一定要画力图画出来啊 力图画 没有画出来是全 不会有分的 你这个都没有画出来 你这个地方算了半天 我怎么知道 尤其等等算这个non-conservative force 你怎么知道是多少啊 好 这两个 是conservative force 它会变成重力位能 但是因为大mg啊 这个物体没有位能的改变 所以我们就不写了 就是它的delta p 1p等于0嘛 这个会变 所以它就变成 加上mg y2 第二点的位能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画一个轴嘛 这个是y轴嘛 这个是y1等于0 那么y2呢 就等于负的h 好 减掉 2分之1mv1 square 加2分之1i o omega2 Omega1 square 再加上mg y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用的功能定律 功能定律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位置1的值 跟位置2的值带进去 我们写在这里 比如说 我们令y1等于0 v1呢 也是0 因为从0开始 速度 从静止开始释放嘛 这个不动 轮子也不转 所以 Omega1 也是0 那么 y2呢 是等于负的h v2呢 就是v 这个v 这个v就是我们要求的v 那么 Omega2呢 Omega2是等于v2 over r 因为啊 这个物体有v2的话 就是这个轮子的边缘呢 切线速度正好等于v2 切线速度跟Omega的关系呢 是等于rOmega v2的rOmega 那么v2我们不知道要求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好 那现在右边有一个量不知道啊 V不知道啊 那左边的量一定要知道才能解 左边的量如果不知道 那这个题目就没办法用功能定律解 好 左边是什么呢 就是non-conservative force做的功 好 我们就要把这个算出来 non-conservative force做的功 这两个是conservative force 不算了 这两个的功已经变成未能放在里头了 那只有这个力 跟这两个力是非保守力 所以它就是什么 work of t 再加上我们把假定这是prime好了 work of t prime 再加上work of normal force 这个我们都不要写箭头好了 写箭头太乱了 好 我们说 现在 normal force做的功是normal force dot ds的积分等于零 因为normal force跟ds要垂直 因为这个时候normal force在这里 normal force就是顶上去 顶上去 顶上去的话 那么这个轮子 这个轮子 其实我们说它没有位移也可以 应该说它这个没有位移 这轮子不动嘛 你有力 有力没有位移 这个normal force中在那里 那么就功等于零 还有呢 t tension它等于负的 t prime 所以这两个功啊 大小相等 符号相反 因此呢 因此呢 这个合起来也是零 这个也是零 所以整个都是零 好 那我们就把这些 带入第一式啊 带入第一式 带入第一式的话 这个都是零啊 那就是这个 所以零要等于 二分之一 m v平方 加上 二分之一 这个i呢 因为它是 圆盘 所以它是得二分之一 m r平方 那就是二分之一 capital m r平方 再乘一个二分之一 Omega 1 Omega 2 这个是零 Omega 2 Omega 2是这个 v over r 的平方 好 这个是 这个是负h 所以整个就是变成mg 减的mgh 好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 整理一下 大家 我们现在整理的结果就是 大家都把v 拿出来 拿出来这个二平方跟这个约掉了 所以它就是变成 2mgh 4倍mgh 大家都乘一个4倍 要等于 2倍的m加上一个大m的v平方 所以v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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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于 正负 m加2 小m 4倍的mgh 那现在要取正号还是取负号啊 取负的 因为这个速度是往哪里跑 往下走 我们要取负号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立题 我们以后还会有立题 我们现在 就介绍 因为以后呢 我们的立题牵涉到 转动惯量 它 就是一个物体转动 它的轴啊 变成另外一个轴 不过是跟原来的轴平行 那么这个时候 它换了一个轴以后呢 转动惯量就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新的转动惯量 跟旧的转动惯量之间 有什么关系 这个叫转动惯量 平行轴 转换原理 我们介绍这个 转动惯量 这个很有用 一定要听懂 我们假定有一个 好像由三甲板做成的一个 平板 我们不要讲整个物体是平板 是整个是这样子的 水平板 那么假定这个是它的直星 Center of Mars 我们就把坐标轴的圆点 设在Center of Mars上面 那如果有一个轴是经过Center of Mars 经过这个Center of Mars 我们把这里当作零 圆点 圆点就是Center of Mars 轴 我们把这个就当作垂直的好了 轴是这样进去的 这样进去的 那这个物体啊 我们可以当作是由 无限多个直点 所构成 无限多个直点 我假定这里有一个直点 叫做M1 这个直点 这个直点叫做M2 那M1的position 叫做R1 vector M2的position 叫做R2 vector 那么它的坐标呢 我们就用二维的来做 这个是X1 这个是Y1 那么这个呢 X2 Y2 好 那 我们现在就说 好 这个 整个物体 绕这个轴旋转的时候啊 它的转动惯量 是什么 好 我们写I 对 对 圆点转动的 转动惯量 好 那它当然就等于Sigma 它就等于这个 Sigma M I R R 我们写MI Ri平方 这是E2 那么用I的话呢 它就是 I可以等于 1 2 3 4 5 6 都可以 这是Io OK 好 我们现在 这个 比如说 这个是其中的一点 这一点 这个是Ri Ri 这是XI 这个是Yi 那么它就等于 XI平方 加上Yi的平方 好 OK 这一点是Mi 如果 以前这个 眼花缭乱 这两个不要画 你就画这一个就好了 Mi XI Yi 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再看 这个是对O点 转动 如果我现在 还有一个 转轴是穿过P点 跟它平行 是这样子平行的 好 那么它到这个地方的 距离啊 就叫做Ri 所以对它转动的话 Ip呢 它就等于Sigma Mi Ri'的平方 Ri'等于什么东西呢 Ri'它就等于X' Ri' XI' Ri' 跟Yi' Ri' Yi' Ri' 我刚刚是 画这两点给你们 做例子 因为现在这样太乱了 我把这个东西 把它去掉 这个我不要 反而会比较 看得比较清楚 这个不要 M1 M2都不要了 就是Mi 在这里 就是Mi 在这里 那么 这个都不要 这样比较 比较清爽一点 那么 P点到底在哪里呢 P点对O点的距离 我们假定它是H 它在这个地方 它在这个地方 P点 它的位置 位置 我们 Xi呢 就让它等于A好了 Yi就让它等于B 因为这轴固定嘛 就没有什么 这个不是Xiy 我们就设为AB 就是AB 因为这个点呢 它有 1 2 3 4 5 6点 这个P点就一个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Ri Ri 那么 我们说这Ri等于什么 Ri prime等于什么 Ri prime 是等于 这两个 这个距离 就是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是等于这一段的平方 加这一段平方 这个是 我写 写错了 这P点对不对 这个是B 这Mi在这里 这个是Yi Yi 这个是 Xi 这一点到这里是A 这个距离 就等于这一段距离的平方 加这一段距离的平方 这一段距离是什么呢 是等于B 减Y Y B减Y就好了 Yi B减Yi 所以Sigma Mi B减Yi 的平方 加上这一段平方 这一段平方是 是这个 是这个 Xi 减B 这拿个减 拿个没关系 我图是这么画 所以这就是加上 Xi 减B 的平方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展开 这个展开 我们就可以写成 Mi 这里有一个 Xi平方 这里有一个Yi平方 所以它就是 Xi平方 加Yi平方 好 再来 有一个B平方 有一个A平方 这个是A平方 所以它就等于Sigma Mi 乘上A平方 加B平方 然后 减掉 两倍的B Sigma Mi 先讲后面 Xi 再减掉 两倍的A Sigma Mi Yi 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一下是什么 就等于I O 好 这个呢 A平方 加B平方 是等于H 这个H 平方 等于A平方 加B平方 所以这个就等于 这个全部的核就是 整个的M M 乘上 这是加的 加的 这个平方都是变成加的 加的 H M乘 H平方 这两个都是0 为什么这两项是0呢 为什么是0呢 因为 我们知道 X CM 现在是等于0 原点在这里 XCM 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 M M1 X1 加 我们就写 SIGMA 等于这个 好 你这个是 0嘛 所以这个分子 就是0嘛 所以这个 SIGMA MI XI 等于0嘛 同理这个也是0啊 因为 Y CM 等于0 它是等于 SIGMA MI YI Over M 那这个也是0 对不对 这个也是0啊 所以 就变成这个 于是我们就有一个 你如果知道 原来绕执行转动的时候的轴 你就可以对任何一个轴 这个轴呢 跟这个执行是平行的 跟这个轴是平行的 当中的距离是H 那么就等于 那么就等于 这个转动惯量 就等于 经过执行这个轴的转动惯量 加上全部质量 乘上H平方 好 这个很重要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现在举个例子来看 上次我们不是做过一个例题吗 一个细棍子 我刚刚还提过 一根细长的棍子 经过执行的轴 是这个 这是I 这个是CM 它全部的质量如果是M 那么它的长度是L 我们刚刚证明过 ICM 是等于什么 等于十二分之一 我这次用CAPITALM 就用CAPITALM L平方 那现在我要问 它经过这个轴旋转呢 经过P点旋转 它这个地方的长度是 二分之L 那么IP IP 就等于ICM 加上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在 集中在这一点 集中在质心 它的距离的平方 乘上距离的平方 那这个就等于 那这个就等于十二分之一 ML平方 再加上四分之一 ML平方 就等于三分之一 ML平方 我们求出来不就三分之一吗 对不对 我们用积分 求出来就三分之一 你这个平行轴转换 一转换就出来了 还有 比如说 我们知道 一个球 对转轴 对经过直行的转轴 转动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球啊 如果这个是R 质量是M 它对这个轴转动 对直 对这个轴转动 这O 或者叫做CM 我们求过 这个是等于五分之二 MR平方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球啊 当做一个摆锤 在那个地方摆动 球 它可以在这个地方摆动 如果 从这里到这里 到直行 的距离 如果是L 这个质量还是M 这个半径还是R 让这一点 P点旋转 的时候 IP等于什么 IP等于什么 等于ICM 再加上 所有的质量集中 我们用在这里 以这个距离的平方 来算 那现在它就等于什么 东西呢 等于五分之二 MR平方 再加上 ML平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你 如果要 它绕另外一个轴 再转的时候啊 转动光量就改变了 你可以用 如果轴是平行的 你就可以用平行轴 转换原理来做 转动光量 平行轴 转换原理 接着我们要 要来介绍 一个转动的物体啊 它的转动 你可以有好几种观点 比如说 我们一个车轮 在水平 地面上 滚动 一个车轮 在这里 滚动 假定它不滑动 这个地方不滑动 这一点 瞬间是静止的 没有滑动 那么我们说 这个假设是P点 P点 接触点 不动 接触点 两个相互的物体 没有相对 没有相对运动 就是不滑动 这是不滑动 没有滑动的转动 那么我们说 这个物体啊 对这一点来说 是纯转动 是纯转动 怎么叫纯转动呢 就是说 这一点对它来讲 这就是它转动的半径 它转动半径是这样的 它的速度就是朝这边 如果整个转动的角速度 如果整个转动的角速度是 Omega 这个是R的话 那么这个速度就是R Omega 朝这边 如果是这一点的话呢 这个是它转动的半径 它的速度就是在这个垂直方向 如果这个是R的话 那么这就是R Omega 那么直径的对边 这一点的速度 就是R Omega 就是说 所有的点啊 不止这三个点啊 都是对P点做纯转动 纯转动的时候 这一点的切线速度 跟它的半径垂直 记住啊 跟半径垂直 大小就是等于 距离 乘上 角速度 就是它的速度 就是它的速度 OK 这个是叫纯转动 我们看 我们看 这个是纯转动 我们学这样学好 绕 接住点 做 纯转动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观点呢 如果你是在这个直心来看这个轮子的话 你发现所有的点啊 对直心在转动 对直心来看 它都是绕直心在转动 但是直心不是静止的 直心有速度哦 直心只要看 作为任何一个时刻来看 都是绕它转 等一等直心跑到这里来啊 还是绕它转 那么因此呢 你拿这个直心来看的话 它就不是纯转动 每一个点可以看成 它一边绕直心转动 一边跟直心一起移动 这就不是纯转动了 就不是纯转动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 看成是这样子啊 我再画一个 这两个是一样的 我画的不好 那我们可以看 这一点 是绕直心 R omega转动 这一点 以直心来看 也是R omega 这一点 这个地方 就是Vcm 这一点也是绕直心转动 R omega 但是真正这一点 不是这样动 你在别的地方看 你不要在这个O点来看 这一点是这样动 它不是这样动 因为这个是P点 暂时禁止 那就是跟我们惯性坐标一样 那么它到底怎么才会变成这样子呢 原来就是 除了要有这个运动之外 它还要跟直心一起运动 这个直心呢 其实这个直心呢 它这个是等于R omega 如果它也在移动的话 对这一点禁止的话 它移动是有这个 所以它就是R omega 再加上R omega 所以它的运动方向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它是跟这条线垂直 那么这一点呢 对直心有这种运动 但是它还要加一个直心的运动 再加一个R omega 两倍的 两倍 那这一点的运动呢 对直心说是朝这里 因为它这样转嘛 可是它跟直心一起跑啊 所以它还有一个速度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Vcm 好 这个是 R omega 大R omega 所以它的 速度 真正速度是这个 那么这个是跟这个垂直 OK 好 这个就是 拿直心来看 对直心来说 这是轮子的中心啊 而言 好 轮子 一边 绕 圆心转动 一边呢 随着直心 移动 随着一边 谁执行移动 随原心移动 好了 这两种都是 在没有滑动的转动 这两种 这两个 通通是 没有滑动的转动 就是这一点呢 V的于零 我们说这一点 这是五 滑动 的转动 有这两种观点 这两种观点都一样的 两种观点一样 就结果都是一样 好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有滑动的转动 是否 是否 下一个轮子 它在这个水平路上面 它一边转动 一边有Omega的角速度 一边这个地方有速度 不等于零 这个P点 轮子会滑 那么这叫有滑动的转动 有滑动的转动 它的特点就是 它没有这个 对P点来说 它不是R Omega 对这个来讲也不是这个 就是说它现在我们就拿这个来 拿这个来看好了 这一点的速度 这一点的速度 V 我们说这个时候的V 不等于R Omega 不能用 不能用这个式子 因为它不是绕它纯转动 它又绕它转 又随着它滑动 对不对 那么这个滑动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 所以就是总而言之 它不能用R Omega 来表示它的速度 这叫做 有滑动的转动 以后你们做题目要看清楚 一般来说呢 一般来说都是没有滑动的转动 但也有题目是有滑动的转动 有滑动的转动 那你就是这个 这边的式子都不能用 好 现在我们举几个例子 来给各位看 第一个我要证明说 一个没有滑动的转动 你从这两种观点来看 它的动能 我们就拿一个动能来看好了 算出来的动能都一样 通通一样 需要 petits 我的话都不远 它的半径是R 它现在是以Omega的角速度在转动 那这个是它的直心 这个是P点 就是接触点是瞬间是静止的 瞬间是静止的 那现在我们要求这个物体的动能 求 那我们现在有几种观点呢 我们 看这个轮子 绕直心 做纯转动 我们假定这个轮子是绕直心 做纯转动 什么 绕P点做纯转动 我讲错了 对 绕P点做纯转动 所以它的动能 一个平方 等于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 这个IP就是说 这个物体绕这个地方转动 的转动观量 好 我们也可以 看这个ICM 我们说这个ICM IP等于什么 我们把这个IP啊 用平行轴转换原理 IP IP是等于 绕这个轴转换 再加上M 全部的质量 集中在 集中在这一点 对它的距离 等于这个 那么这是 我们一个平方 这就是用平行轴 转换原理而得到的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 把它展开 二分之一 ICM 我们一个平方 再加上M R平方 Omega平方 二分之一 ICM Omega平方 就是这个轮子 绕直行转动的动能 然后再加上什么 所有的质量 都集中在这里 它这里有一个速度了 Vcm 以这里做纯转动 对不对 它这个就等于R Omega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它就等于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CM Omega平方 再加上M 再加 二分之一漏掉了 这里有个二分之一 Vcm 再加上 二分之一 M Vcm 平方 你看 这是两项 这一项是什么 轮子绕 直行转动的 转动 动能 再加上 所有的直点 所有的质量 集中在直行 跟直行移动的动能 是不是跟我们那个观点一样 是不是跟我们的观点一样 所以不管你是 以P点来看 它是做纯转动 还是以直行来看 它一面绕直行转动 一面随直行运动 这两个观点 求出来的结果都一样 这是告诉各位 以后我们做题目 你要求一个物体的转动动能 你有两个choice 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 以纯转动来看 是这个动能 如果它一边绕直行转动 另外还要加上它 随着直行移动的动能 好 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我们从这边做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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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用运动学来求V的话呢 你有DX over DT 如果这个直线运动 当它是直线运动 你必须要知道它位置与时间的关系 你现在不知道所以不能用 如果用牛顿的运动学 你要知道起初状态 起初状态知道 还要知道什么 加速度才能求末后的速度 好 加速度呢 它没有给你 对不对 没有给你 没有给你 我们就想我可不可以 求得出来 可以求 用动力学来求 牛顿第二定律 好 等到把加速度求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运动学 来求最后的速度 你在脑筋里头要 要思考 要有这么一个 一条路 可以走 你再走 好 现在我们先用动力学 运动学 动力学 配合起来做 好 方法一 油 好 我们先用动力学 求加速度 你要动力学 求加速度 就是牛顿第二定律 你要知道它外力 你才能够求它的 加速度 所以你要把这个物体的外力 画出来 外力要画出来 你看是不是又画力图了 我们从开学到现在 都在画力图 还一路画下去 画到学期末了 这多重要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不会 你这个不会 那你整个物理力学就学不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物体的外力画出来 怎么画外力啊 我教你们呢 第一个画什么力 超距离 超距离 作用在对称物体的直心 然后画什么力啊 接触力 对不对 什么东西跟球接触啊 斜面 所以是一个面 接触是一个面的话 它的接触力可以分成哪两个分量 一个正向力 一个是切线方向的摩擦力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正向力 然后你物体摆这里 它会有往下滚的 往下滑的这个 往下滑动的趋势 所以这个时候的摩擦力是这样子 而且是净摩擦 它没有滑动嘛 接触点没有速度 就这三个力 你这三个力画得出来 你才能解啊 你多画一个 少画一个 就肚定是错的 所以你这三个力没有画出来 你以下所做的东西 没有人看啊 保证你错 好 那现在画出来了 我们看 它移动有改变 它移动改变呢 我们假定它的加速度 是朝这一边 这是ACM 圆度鞋面 我们把这个 坐标画成这样子 这边是X 跟鞋面平行 这边是Y 好 我们看 Sigma F 这个 跟这个垂直 这个 我们 我们说 这个角是什么 这个 跟这个垂直 这个 跟这个垂直 所以这个角是Sita 两对应边 互相垂直的时候 这两个角不是相等 就是互补 因为它们都是锐角 不可能互补 所以它就是一个 往正方向的Mg Sine Theta 这个方向的分力 就是这个 Mg Sine Theta 还有一个 减掉Fs 要等于M A CM 好 这个式子里 两个位置说 一个Fs 不知道 一个ACM 不知道 ACM 就是我们要求的 那Fs 可不可以用 μS乘N来做 不可以 因为它只是 净摩擦 它并不一定是 最大净摩擦 没办法求 因为 根本就没告诉你 摩擦系数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另外 列一个式子 另外列一个式子 我们就 看这Y没有用 因为这个物体 没有向Y轴跑 Y轴没有用 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物体 转动改变了 原来不转动的 后来越转越快 越转越快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说 转动改变 我们求转动加速度 就可以用 Sigma torque About Point O 对O点来看 对O点来看 这两个力 都经过O点 所以没有力矩 只有Fs 有力矩 Fs的力矩 是让它这样子转 所以它的 Omega 它的 Alpha 是这个方向 Alpha 是这个方向 那么它是等于 Fs 乘上R 要等于 I Cm 乘上Alpha 好 我们多了一个式子 可是又多了一个未知数 但是这个Alpha 跟ACM 有关系 这一点 瞬间禁止 所以 它对它的 切线加速度 就是等于R乘上Alpha 所以我们 有 ACM 等于R Alpha 然后ICM呢 它是一个球 球 你可以去翻 这个图 通常这个都可以记住的 五分之二MR平方 这个常用 球体是常用的 五分之二MR平方 好 我们解这四个式子 就可以把 ACM解出来 我们三四代入第二 那我们就得 FsR 要等于五分之二 MR平方 Alpha 是等于 Alpha 是等于R分之 A Cm 所以这个R可以跟这个约调 好 那我们就得 Fs 它是等于 五分之二 M M ACM 好 把这个代入 第一式 那就得Mg sin θ 减掉 五分之二 M ACM 要等于M ACM 那大家把这个M 先约掉 那我们就得 五分之二 ACM 拿过来跟E加 就五分之七 要等于G sin θ 因此 ACM 就等于七分之五 G sin θ 如果你要求它的摩擦力的话 你把这个带进去就行了 把这个带到这里 OK 不过 目前我们并没有求那个 好 这个是什么 定值 所以它是什么运动 等加速运动 对不对 等加速直线运动 好 运动学 运动学 我们说 V0 等于0 Y V0 等于0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V 就V 好 V CM 就等于V 我们不知道 就是要求的 然后呢 Y0 不是Y0 X0 X0 等于0 我们这个轴是X轴嘛 这个地方当作圆点嘛 然后这个地方呢 X X等于什么 H 比X 等于3 θ 那么 X就等于H的cos 跟θ C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代入 V平方 等于V0平方 加2A CM 然后呢 然后呢 减X0 好 这个是0 加2倍的 ACM是这个 正的 正的 7分之5 7分之5 G sin θ 然后乘上 X H cos 跟θ 好 减0 那这个就等于什么 那这个就等于什么 3c它称cos 跟θ 它是等于1 它就等于7分之10 7 h 好 那V呢 就等于正负 根号 7分之10 G H 你现在用正的 还是用负的 用正还用负啊 它往X的哪个方向走啊 正方向 对不对 取正号 OK 取正号 你正方要写出来哦 然后你要讲我 现在取 正号 这样做 会不会做啊 动力学 移动的牛顿第二定律 转动的牛顿第二定律 我们现在用另外一种方法 用功能定律来做 还是这个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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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定律求解 我们就把功能定律写出来 non-conservative force做的功 动能加未能 动能就看你怎么看 你可以看它是纯转动 也可以看它是绕执心转动 再跟执心一起移动 你用这个纯转动来看 写的比较简单 但是最后你的IP不知道 它给你的是ICM 通常你只知道ICM 所以你最后还要用ICM来挤IP 搞了半天还是等于绕执心转动 再跟执心一起移动 所以我们干脆就是用 它绕执心转动 的转动动能 然后跟执心一起移动的 移动动能 所以它就是等于 所以它就是等于 二分之一M VCM平方 再加上二分之一 ICM Omega平方 动能 这个我们都用 我们都用1 用2 先用2 再加上MG Y2 减二分之一M CM1平方 再加上二分之一M VCM Omega1平方 MG Y1 好 我们先把 这一点 Y1 等于0 Y1 这是Y2 Y2 等于0 Y1 是等于H V等于0 V2 是我们要求的 V 好 我们说这个 VCM 等于0 Y1 是等于H 那么Omega1 也是0 也没有转动 好 VCM2 等于V 这是我们要求的 然后Y2 等于0 Omega2 它就是等于V overR V over小R OK 你这个V 跟这个Omega 这个是Omega 有这个关系 因为执行的运动 对P点来说 就是V的R Omega 好 右边呢 有一项V 不知道 左边你一定要知道 好 左边 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 还是用这个图 图还是要画出来 这个MG Conservative force 排除它 这两个 所以它是Work normal force 再加上Work of static friction 好 这个通通等于0 为什么是0呢 我们说 因为 N Perpendicular to DS 它DS就是朝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是DS Normal force跟位移垂直 然后呢 Static friction 没有位移 以前也讲过 静摩擦 没有位移 OK 静摩擦 没有位移 你可以写 静摩擦 没有位移 好 那么因此 这个是0 那么我们把这个代入 第一是 0要等于 2分之1 M V V就是VCM 再加上2分之1 转动灌量 因为它是球 所以就是这个 Omega2是V over R 的平方 Y2是0 好 好 减掉 0 加0 这个是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拿过来 就MGH 要等于5分之1 加2分之1 等于多少 10分之7 10分之7 M V平方 OK M跟M约掉 所以V就等于正负 去正好 两种方法都可以做 两种方法都可以做 OK 我这里是 举这几个例子 那么书上有更多的例子 因为它都写在书上面了 你就自己去看一看 OK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 角动量 角动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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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ular Momentum 这是一个定义 如果有一个值点 它的质量是m 某一瞬间有一个动量 是mv 也可以用p来表示 那么对于这个 这是一个参考点 o 这个位置对参考点来说 它的位置是r 于是我们定义 第一 l是等于r cross p pi当然也等于r cross mv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 角动量 那单位就是由这两个组合而成 这是公斤嘛 这是meter per second 再乘一个meter meter就是kilogram 单位是kilogram 然后meter square per second 那么角动量就是这个 它的方向 也可以用右手定辙 r cross mv 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表示 这个动量会使得 角动量 这个物体是向这一边旋转的趋势 如果这一边呢 这样旋转 如果这样子呢 这样旋转 对不对 这是角动量 好 这是定义 那现在 我们 再往下看 如果我把这个角动量 因为它是对 跟时间有关 它是v嘛 v在有速度嘛 速度在跑嘛 所以它的r会变 速度也可能会改变 它也不一定是等数啊 所以r跟v都是时间的函数 因此angular momentum 也是时间的函数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式子对时间来做微分 对时间做微分 对时间做微分的结果是这样子 我们用这个 好 这两个都是变数 微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 把这个 当常数 微分这个 cross 再加上 把这个当常数 微分这个 但是它的次序不可以颠倒 这个r在前 就得在前 cross mv 好 这个是什么呢 dmv dmv over dt 是什么 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就是这个值点受的外力 对不对 就是外力啊 external force 这就等于cross 我们写net force 就是所有外力的合力 好 加上 v v cross mv 这个方向跟这个一样嘛 所以这两个 夹角 两个向量夹角是零度嘛 所以cross 就是零 因此它就等于这个 r cross f net 这就等于什么 external talk 这就等于 sigma external talk 或者我们可以写 talk net 好 我们现在就得 我们用这个写 写这样的式子 我们就有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对于 DL 你这个顺子要跟哪一个一起记呢 要跟这个一起记 要跟这个一起 要跟这个 Sigma Talk Sigma F External 等于DMV over DT 或者是等于DP over DT 这两个是非常非常的类似 因此我们以前也就讲过 移动物体时候的外力 就等于转动物体 相当于转动物体受的外力局 那么 它的动量 现在这里就是 它的限动量 叫Linear Momentum 在转动里头就是它的Angular Momentum 很类似 非常相像 现在 从这里开始 我们说 若 Sigma Talk External 等于零 条件 会有 会有这个结果 会有这个结果 则 DL Over DT 等于零 也就是 它的Angular Momentum 要等于定值 目前我们讲的是指点 这个叫指点的角动量守恒 这一套 叫指点的角动量守恒 记得它的条件 我们讲过好几个有条件 基建能守恒的条件是什么 外力跟内力 的非保守力的合力等于零 对不对 那么动量什么时候守恒呢 外力的合力等于零 角动量什么时候等于零 外力举的合力举等于零 这是指点的角动量守恒原理 好 你记得每一个定律 手横定律 都有一个条件 你要用这个定律 一定要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礼拜一就跟各位讲 一个system of particle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黑板插件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指点 它有无限多个指点构成 那它的角动量手横是什么式子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